郭元逊的整個教育的觀念 是不是該引進中小學 目前產生非常大的爭議 新竹林先生您說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我個人覺得今天參這個議題非常好 至少把這個議題丟出來 給社會去討論 看是國小還是國中比較適合 還是說等他高中 比較是還是大學都可以 不是說不能談 好 謝謝 謝謝林先生 台北姚小姐請說 姚小姐你好 我個人有個疑問 就是說我想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有沒有父母他們願意自己的孩子 未來是一個同志 我覺得就是說安全性教育 就必須要讓這個同志的議題 進入校園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能說 只講尊重人權 就不保護我們的孩子 因為我覺得以他們的年紀來講 我個人是堅決反對 我認為一點都不適合 如果在美國 因為未來的話 如果說從新年合法的話 連從新年他們都可以領養孩子 他們都可以選擇讓孩子沒有爸爸 或是沒有媽媽 或是他的媽媽是 他的媽媽是男的 他的爸爸是女的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不適合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反對 我反對到底 楊女士剛擔心的就是保護孩子 所以這個就是很多家長會非常非常強烈的反彈 我稍微請兩位回應 新北市的陳先生請就 陳先生你好 我是這樣覺得喔 因為現在在台灣來講的話 教育是一個非常的封閉式的 所以應該要讓每一個人 每一個孩子懂得他自己的性需求 他自己的選擇 而不是你去打壓他 你去操大他 所以父母跟孩子之間的距離 應該是要坦誠相見 但是你不能說因為你是同性戀 所以你就是一個區別化 但是在性來講的話 這個同性戀本來就在台灣 本來就應該在歐美國家 在國外的國家本來就很開放 但台灣來講比較封閉 那我覺得本來每個人 應該了解自己的性去向 自己的性知識 自己的這個性的觀念 好的謝謝陳先生 桃園簡先生請說 簡先生你好 好 簡先生 我代表家長 我們非常的憂心教育部 要把同志教育放到我們的 國中國小當中 如果家長們知道 在這個教材當中出現了 這樣的內容 你們還會接受嗎 就是在裡面會教導 教導孩子們說 假設你喜歡小男生 你喜歡小女生 那你可能就有同性戀的傾向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孩子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男生喜歡跟男生在一起 女生喜歡跟女生在一起 這是叫做同性密友期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成長的經過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老師就教孩子說 那你就是有可能你就是有同性戀的傾向 那我們家長會非常的擔心我們的孩子們 所以這第一個教材是什麼 這是關鍵目前大家能不能夠接受的 高雄蘇小姐請說 蘇小姐你好 我是在學校擔任性教育教學的惠宜老師 我認為確實有非常多同志問題在校園 但是我們應該多一些公民的會談 多一些社教的課程 提升老師跟家長的一些知能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討論出 這個社會上有沒有一個一致的 一個大致上一致的性價值觀 那至於目前我覺得現在的教學目標 應該是可以簡要一點 像鳳新小姐所講的 就是說我們取得這個認同多元性 多元性的統治 就是基本的一個步驟 就可以了 好的 再點請教 我想現在的統治教育 其實他在強調的就是看到差異 然後尊重差異 包括像剛剛我們提到 這個在國中被欺負死掉的孩子 那這個是現實 對 沒有人教他變成同性戀 可是沒有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有他正當性的時候 其實孩子就會複製了 我們今天聽到了很多刻板的印象 這些物資跟偏見帶來 像剛剛有家長提到說 要保護孩子 那這個保護背後其實就是隱含的 就是同性戀是跟細菌或疾病一樣 所以你需要去保護他嘛 他是有高下 所以需要去 不能夠去選擇 那我們從來不會告訴一個異性戀的小孩說 你不要這麼急著確定你是異性戀 如果有國中生的小朋友去跟老師說 我有情感的困擾 我有交朋友的情感上的困擾 你可能會跟他討論的是 你怎麼樣去去處理你的情感議題 那我想對同性的孩子也是這樣處理的 不會去告訴一個異性戀的小孩說 你不要這麼早確定你是異性戀 如果我們不會這樣做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會對同性的孩子說 你不要這麼早確定 那過去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因為國中正是性最旺盛 慾望最強烈 對自己身體最多好奇的 有太多國中因為不能夠被同儕 周遭學校所接受而自殺的 這種案例在國內國外 那最有名去年有一個電影叫 《為八比七島》 他其實講的就是一個教會的家庭 一個國二的孩子16歲 他因為跟他媽媽說他是同性戀之後 媽媽的教會背景 讓他完全不能夠接受 他在四年的壓抑當中 這整個書是照他這個日記 自己的日記寫出來 他寫了太多 他自己怎麼樣遭受那個壓抑 怎麼樣不能被接受 他害怕被發現 因為他跟同學不一樣 所以國中的孩子 當沒有人給他支持力量的時候 其實對他來講是非常大的傷害 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為什麼要 但現在重點是這些孩子 父母的憂慮 他這些憂慮是說他不了解 還是憂慮是完完全全定位的不清楚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這句話是真的要講給 同為家長的朋友們一起聽的 因為我也是父母 請你知道我們沒有能力 選擇孩子的性取向 孩子的性取向 天生就已經確定在那個地方 如果今天我們否認他 我們只是帶給他更大的痛苦 那我們其實今天教育的目的 是要減少任何一個孩子 未來可能遭遇到感情上面的傷害 或者是痛苦 不管他是同性戀者 或者是異性戀者 我們其實承認他才能輔導他 我們否認他 其實會帶給他更多的痛苦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反而是要教育家長的 可是要減少家長的 我們必須承認家長有這樣的擔憂 那在承認的基礎之下 我覺得這邊可以做一些修正 其實像新竹林先生講得很好 他說他贊成 到底應該放在哪裡 大家討論一下好了 那我覺得這裡面 如果加上兒童心理專家加入 就是說他可以告訴你說 兒童真的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 他其實需要什麼樣的教育 來避免他有一些錯誤的探索 或者錯誤的認知 那這個時候 其實性別教育專家 跟兒童心理專家 一起來合作 也許我覺得會讓家長放心很多 我們稍後回來還可以針對這個問題 現在很多的 我們繼續歡迎家長 或者老師們針對這個問題 有一些想法的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 但是這個觀念 如果大家第一步 如果說都不反對 可是接下來教材 這個教材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大家雙方沒有坐下來談 這是一個社會 非常關鍵性的一個話題 我們稍後回來 結束了 實在19 cert教材 是 Uno叫考材 那邊 這句都gl Out 譙